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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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云华江西省易阳县人经营农家乐四年 易阳枪是南宋末年流传于江西易阳归峰地区的南系与当地方年史语以及地域民俗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地方枪调 因发源地而得名易阳枪 显著特色是一唱众贺 以打击乐和丝竹弦环等乐器配乐伴奏 唱腔可送幸大声调高亢 既具南方温柔敦厚之雅韵 又兼北方慷慨激昂之气质 可谓是刚柔并济 如此动听的易阳枪 以前只有在婚丧嫁娶等特殊的日子里才可以听到 而如今游客们来到龟峰脚下的龟原山庄里就可以欣赏由易阳县易阳枪剧团演出的剧目 龟峰的美景千百年来一直安静地屹立于此 然而龟峰的名气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没有传播开来 如今舒云华的农家乐和龟峰景区相互带动共同发展 龟峰的美名美景被越来越多的游客所熟知 甚至节假日期间浙江福建江西的游客 都会把短途旅游的目的地放在龟峰 其实这个农家乐主人舒云华15岁便辍学在家务农 能做出今天的成绩还要从1997年他承包酒厂说起 家里就是300块钱 那时候300块钱也现在相当底钱 300块钱再从朋友那里大概银行一起凑取 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那时候也是三个人一起包下来 从1997年到2007年 十年的时间 舒云华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劳能干 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统计 虽然赚了50多万元 但是每天的辛苦劳碌让他一直想要转型 找一个轻松的项目进行投资 2009年春节假期 舒云华的好朋友叶长廷 从浙江温州回老家探亲 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 家里怎么不搞有农家乐呢 外面的农家乐搞得很火的 外面的景区也没我们这么好 美景也没这么好 听了叶长廷的话 舒云华眼前一亮 他觉得在瑰丰景区外开农家乐 这是填补了一个大大的市场空白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于是两人决定马上前往浙江温州和福建厦门 考察农家乐 他说你去看了再算 他了不起他能赚多一点吧 他一年赚二三十万 我一年赚个十万 五万十万八万是可以赚的 他说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做农家乐 哎呀这个地方离归峰近 我们一眼就看到归峰的全景 离国道又近 这里还有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生移的 这里还有一个取标 取标准的地方 就是采样出去 采样出去 对 那几个很有纪念意义 这个是很有纪念意义 所以选择在这 对对 你一直跟小弟说这个龟峰好 龟峰美呀 但这龟峰到底有多好多美 那你亲自去看了 让你去玩吧 去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些玩下来之后 再去赏我们的龟宴 就是龟啊 乌龟的龟宴 龟宴 是龟宴 他们就是要上山看龟景 下山平龟宴 对对对 好 那我去 龟峰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 一阳县城区西南部 总面积136平方公里 因其无山不龟 无石不龟 且整座山体就像一只 硕大无棚的昂首巨龟而得其名 龟峰发育于距今 1.35亿年的白厄纪晚期 是雨水千石型老年期 丹峡临地貌的典型代表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克 游览龟后发出 盖龟峰栏之旗 宴荡所无的感叹 虽说张露鑫在来到一阳之前 就对龟峰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没有身临其境 是无法领略龟峰的美丽和震撼的 这不刚刚出发没多远 他就被一汪湖水给迷住了 真的是太美了 我刚才完全是沉寸于这美景之中 你看我身后这孔雀兰一样的湖水 太漂亮了 它能让整个人的身心一下子放松下来 刚才我觉得大脑都是在放空的状态 特别特别的舒服 很多人逛景区喜欢在艳阳高照之日 可是我觉得逛龟峰这样的地方 一定要选择这样烟雨朦胧之际 只有在云雾缭绕之中 才能够感受到这里的美 看没看见前面那个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 她就是我在当地的朋友小梁 小梁你好 你好久等了 欢迎欢迎 走我们走 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还带两只龟来欢迎你呢 哎呀龟峰龟峰 你不要这么热气 我哪儿都哪儿都 我看看你的乌龟在哪儿 不要朝我身上看 就这边呢 瞧 这就是我们龟峰啊 最热的两只 好大的两只石头乌龟啊 这一来就在这守着我呢 是吧 是 龟峰的地貌形态 以风林 斗崖 方山 石墙 石柱 石峰为特征 即 齐 显 灵 巧 于一身 素有江上龟峰天下西 和天然盆景 玉城 久闻龟峰大名 但是今天真的来到这里 还是挺震撼的 而且我听说他们这儿还有一个特别绝的事情就是从这个小乌龟到千年巨龟到处都可以看到 对啊 对啊 我们去找找看 看它后面 觉得它后面像什么 后面的那块石头 像一个蛋 对 你说的对 刚刚从这个蛋壳里爬出来 那你看 我们这里还有三叠龟 三只小乌龟 对 你看最上面乌龟胖乌乎的 中间的还在绿毛龟 下面乌龟就可怜了 压得扁扁的 在龟峰景区 除了可以看到象征长寿吉祥的乌龟象形石之外 还有很多形态各异的象形石 而其中绝大多数都跟长寿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着美好的寓意 大自然的鬼祖神功 总是让人心生敬畏 一步一紧 是在龟峰景区游览的最大享受 同样的石头 不同的观赏角度 便会让人产生不同的联想 头发是玩起来了 玩了一个发迹 后面背这个被褒 这被褒太像了 你看被褒里还装着稻草草草都生出来了 对对对 我们说是看看美女们 然后也有人说 你到了龟峰啊 我一看它也像只龟 叫它金龟背活络 我觉得后边那块大的也像龟啊 是啊 你看这一块也像 这个也像 站在这一个位置 只能看见三只乌龟 那边还有第四只呢 什么呀 早看看第四只乌龟 我们叫它千年驼背龟 还真是 好大这只乌龟 特别大 在龟峰独特的丹霞地貌之中 由于崖壁两色 雨水侵蚀性 纵线性沟槽很多 因此也产生了很多奇特的现象 到了到了 就是这儿 我跟您说 这儿可是龟峰最为神奇的一个地方 并且它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叫 看天女散花就在上面 非常漂亮 然后到这儿 我跟小亮 我们俩可都是带了工具雨伞 否则待会儿玩起来 肯定要失身的 我们一轮站一边 然后对它吼 它跟谁的声音最有魅力 它就跟着你来 这个现象就把花散给谁了是吧 对 好 我们来试试 嗨 嗨 太好玩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天女散花 所以说来到龟峰旅游的游客 有机会您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好一趟 龟峰景区 龟峰景区独特俊美的风景 不仅让我们的记者流连忘返 更是吸引并震撼了无数中外游客 而舒云华和叶长亭两人 也正是看中了龟峰独有的旅游资源 依托了龟峰景区的优势 在景区外投资开办起了农家乐 这两个门外汉满心欢喜的以为 有了龟峰景区的金字招牌 只要照搬温州厦门等地的模式就可以了 没想到开业在即却遭遇了麻烦 20年我们就开张 第一开始营业 打工的肯定在外面工资会高一点 在家里工资我们也付不起那么高的工资 他们的服务员也找不到 所以我们这个叫自己的亲戚了 弟弟妹妹了 或者是大姨了 他们都一起来帮忙搞 那段日子可以说是舒云华 最劳心费神的一段时光 本以为转让了小香槟厂以后 可以找到一个轻松赚钱的生意 没想到这比以前还要繁忙辛苦 每天都有七千八千刀挖马快点的脑子 那个车子停的我们停车场 那个心情就不知道怎么好 开业后的大半年时间里 舒云华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亲戚 一共五个人 几乎就是忙得连轴转 舒云华一个人要做服务员 收银员 采购员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买菜 凌晨一点左右才可以回家睡觉 而且越是节假日期间 越是忙得不可开交 在大半年的忙碌过后 舒云华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叮不住了 而此时恰逢2011年春节 舒云华想到该主动出击 上门请工人了 跑了好几个村庄 反正都 咱们都是跑到 大概都是 我们小爷都跑了五六个晚上 都是他们家里去 用白钱 他们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啊 来了好几次就不好意思 然后慢慢讲又近 然后说了晚上 人又好 工资也给得高 然后就叫我回家上班 春节回乡探亲的年轻人 自然对舒云华 在当地开了农家乐的情况 有所耳闻 此时舒云华开出的薪水条件 也并不差 所以一些年轻人 决定加入到农家乐当中 舒云华开农家乐赚了钱的消息 在村民当中传播开来 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 也回到老家开启了农家乐 很快 在闺风景区周边 大大小小的农家乐 如同雨后春笋丹建立起来 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随之而来 我们以前每天的营家乐毛站都是一万三四五 后来他们一搞起来 这个游客就分流出去了 分到他们那些农家 他们家里去吃了 那那个营家乐就减少了 每天大概就是八千到万万块钱的样子了 就减少四五千一天 那个营家乐 村民的农家乐用的是自己的房子 偏置几张桌子椅子就可以开张营业了 而书云华的农家乐运营却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于是书云华心中开始盘算 如何突出重围 让自己能够走在村民的前面 从菜肴吧 菜肴搞点我们自己的特色 从菜肴方面搞点自己的特色 那如何在菜肴上做突破 又该如何突破呢 一番思索过后 书云华心中略过一丝得意和喜悦 一个绝佳的创意涌上心头 我们这里又是龟峰 再加上我们也是龟原山庄 都只有龟搭上了鞭搭上了键 在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龟养殖基地 所以我就想搞这个乌龟的特色菜肴 原来书云华是想利用当地的特色龟 来做菜肴的文章 可就在书云华信心满满的到当地的乌龟养殖场 寻求合作时 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龟 养乌龟这个老板信贿 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他协商 买龟过来搞这种菜肴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乌龟能不能给我们做一道菜肴 他当时讲 他又说这个不行 花钱买乌龟 对方却不卖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就讲 我这个乌龟 我一天晚上可以撑二十多个蛋 二十多个蛋卖五块钱一次 在我铺铺里拿这个蛋就是不卖蛋 那铺小乌龟可以买四块钱一次 他想跟你们吃下去不划算 求购不成 书云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计划 于是他前往浙江福建等地购买乌龟 把乌龟带回到易阳后 书云华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 怕是要落空了 长途运势嘛 反正是死的死了 三的三 到家里很多很不新鲜的味道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有了好的创意 却得不到新鲜的原材料 此时的书云华是一筹莫展 然而峰回路转 书云华接到了一个 让他又惊又喜的电话 退到晚了 早上门来了 他家 你们这个乌龟 反正我现在 你们也知道 大方的全会养的也比较 基地比较多了 他家里面搞的菜肴 我们就协助把这个乌龟 这道菜肴我们搞出来了 原来 那一年乌龟蛋和乌龟幼苗的市场 售价大幅下滑 乌龟养殖场 如果把卖不出去的乌龟继续饲养 那么饲养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于是对方决定试着与舒云华合作 看能否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销售途径 就这样 舒云华带着新鲜的乌龟 回到山庄 开始与厨师一同开发乌龟业 第一次不行 就烧第二次 第二次不行 烧第三次 到最后烧出来 就烧出五六种六七种的 那个乌龟 清炖的了 红烧的了 师傅 你现在正在用乌龟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我现在在做一龟两吃 一龟两吃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乌龟如果做不好的话会有腥味 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能把这腥味里去除啊 因为我们在处理乌龟的时候处理乌龟的时候是把它内脏全部去掉 把内脏去掉就可以没有腥味了吗 那不是 就在乌云华把乌龟宴作为重型武器推向时刻的时候 没想到市场的反响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期 点乌龟宴的客人是少之又少 乌云华百思不得其解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江西省易阳县归原山庄的主人乌云华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依托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 投资开办了独具特色的农家乐 并且成功研发了自己的独门招牌乌龟宴 本以为自己的绝佳创意会带来丰厚的收益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市场的反响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问你为什么他们都不点呢 是不是这个龟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们就做过这个问题 做过这个问题我们就调价 就调到一百八 一百八后来还没人点 我们调到一百六 一百六了也还不行 以后我们就再调就不能调了 乌云华心头疑云涌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他在里面讲我们出来一家三口的理由 你们都是五斤六斤的乌龟 两百块钱一斤 你想我们怎么吃得了 你带回去又不好带 我们在其他地方路上路上这么咬 带回去肯定坏了又没有冰箱 这样子吧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原来书云华为了追求菜肴卖相的大器和霸道 进的乌龟都是体重在五斤左右的大乌龟 再加上每斤两百元的售价 这让很多游客望而生畏 找到了症结所在 书云华赶紧在进货环节调整乌龟的个儿头大小 我们一定小一点我这家三口刚才消费得了 也消费得起又不贵 这就是著名的龟风景区脚下非常著名的乌龟宴了 对对对 其实就是对于北方人来讲 大家没有吃过乌龟 没有吃乌龟的习惯 如果要说吃乌龟好 就像我一样就心中比较忐忑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别说 我觉得如果没有吃过乌龟的人 单单来吃这个肉 肯定想象不到这是乌龟肉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怪味 而且它这个嚼起来 它这上面有皮 里面应该是富含胶原蛋白 对对对 我再来尝尝它这个乌龟汤 这个汤也不腥啊 味道非常鲜 这个鲜的程度 有点像我们平常喝的这个鲫鱼汤的感觉 但是它比鲫鱼汤还要甜 鲜甜鲜甜的 没有怪味 非常好喝 有了乌龟宴 书云华的农家乐霸主地位 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可是他依旧不甘心 他除了要吸引成年人 更是不忘记讨好孩子们 看那呢 好热闹 轮着大木槽 应该是在打年糕 应该是看看 这个年糕就是一般的年糕吗 这是跟一般的年糕不一样 这是大和谷 它一年才能种一季 一季的产量还相当低 跟这个普通的稻子不一样 大和米果的制作工艺始于唐代 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是一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道小吃 好玩吗这个 好玩 以前玩没玩过 以前我们吃是吃过大米果 都是鸡打的 山中手工打的 还是第一次 还是第一次吃 还是第一次来玩 第一次来体验这个 上山看归景 下山品归宴 再加上特色的民俗活动呢 舒云华的农家乐生意 可以说是越做越红火 每年的利润都可以达到60多万元 说起乌龟 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能够同时跟500万只乌龟 近距离接触 相信这也并不多见 而接下来 更为少见的一项游客娱乐活动 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 如果说不同季节 可以欣赏到不同的归风美景 那么想要挖到乌龟蛋 那可要安排好出行的季节了 食材就埋在这里 这个乌龟蛋也比较珍贵 因为这个龟只有五年以后 它会才能够兴成熟 才会敞蛋 一年才下20多个蛋 每年的五到七月 游客不仅可以亲手挖乌龟蛋 更是可以大快朵頤 享受这一个极其罕见的食材 在一阳县政府的引导下 以龟为主线的长寿文化之旅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 在各个旅游项目的联动作用下 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也为每一个项目的经营者 带来了客观的笑语 实现了双赢 自由自在的龟风 悠然雅致的易烊 这片土地上独特的俊美山水 和独有的风土人情 给游客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 他们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和聪慧的头脑 不仅是为当地的旅游业锦上添花 同时也是为自己创造了财富 如果您也想像我一样 看归景 常归宴 赏归去 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一阳之旅 那么好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还是那句老话 创业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张露心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吧